贸易战的计划 中美贸易冲突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你别指望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关税取掉了 或者明天就没有争论了 贸易战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是长期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具体到讲香港的话 一开始川普对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根本没有任何的概念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团队不断地给他补课 后来他这个慢慢地就到了 他和副总统彭斯都公开地表达 香港的这个问题和贸易战联系起来一起考虑 就是挂钩 这也是我们一直从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 受到国际关注以后倡导的一个概念 这种挂钩是不是真的 大家还在看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政治分成几大块的话 这个白宫参议院 中议院 共和党民主党 你不管怎么用什么分的话 那如果说最后不同意挂钩的 那只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川普自己的这个任意性所造成 那从彭斯以及他自己的安全团队 这个参众两院 这个两党的国会领袖 全是一致性的要用这个办法 这个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 它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说香港的问题 实际上和贸易也是连在一起的 实际上你究竟根本 它也是一个贸易问题 刚才我讲那个贸易额之大 它不可能是香港需要中国的内地的货物 会需要的那么多 它肯定是经过香港去这个转口嘛 但是有一个现象 我觉得大家值得值得大家关注 就是为什么在两个礼拜前 两三个礼拜前 中国忽然在贸易战场伸断下来了 包括刚才您讲的 现在购买大豆啊什么的 现在有几个解读 第一个呢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的确是 现在问题非常多 能够达不到6%的增长率的这个目标 就是经济压力非常大 就位 升高等等 很多指标都不好 这是它压力之下 它不合不气这个破歇 自信中解读 第二个解读呢 就是为了香港 香港有一个 和音乐有好 有一个非常棒的议题 所以说 香港有一个 有一个顺帽 为了 尤语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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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